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被南方小土豆占领的黑龙江 原来面积这么老大呢 从省会哈尔滨到最北城市 漠河居然还得1200公里 这都相当于横跨东三省 从哈尔滨去北京的一个距离了 那今天咱们就在哈尔滨出发 乘坐雪国列车去漠河 这趟车是在哈尔滨东站始发的 哈尔滨东挺热闹 现在都是以武会友了 哈东站的后车厅比较小 就这么大 这车平时没有是旅游太火了 加的零客 看着老大屁乡全副武装的 基本上都是南方的朋友 刚才等车的时候都蒙了 周边说话的都听不着东北口音了 现在这边旅游太火了 别的车都买不着 这个林克还耗补了好几天 人太多了 全是大屁乡过不去了 这是有史以来 我坐东北的火车 第一次感到这么陌生 在车上居然听不着东北话了 这个车其实挺奇葩的 从哈尔滨去墨河 它是停站最少的 但却是两地之间用时最长的一趟车 刚刚紧过了造董站 我这间车厢有班车站都是来自江苏的老年旅游团 带了好几箱泡面和自海锅 他们现在正在分呢 现在已经到安达了 仍然不停车 这车从哈尔滨直接一站到奇迹哈尔 大庆都不停 已经熄灯了 有俩美女的车门口站半天 看着挺着急的 直到列车员过来听他们谈话 才了解咋回事 那美女手机掉厕所里去了 正找列车员想办法 这车比较老 厕所是那种直接排地的 也就是说熟悉直接掉轨道上去了 即便找回来也多半废了 前半夜停个奇迹哈尔 后半夜停个嫩江 早上已经到加克达奇了 幸亏在吃的了 这个车是没有餐车的 上车前买了个大面包 都够吃两顿的了 又在秋林总店买了几个红肠 这个早餐嘎嘎丰富 刚才列车员还喊了两嗓子 提醒大家上厕所手机已经放好了 尽量不要在厕所玩手机 昨天的美女的手机 好像是新买没多长时间的iPhone 刚才经过一个地方叫小洋气 打开地图一瞅 前面还有个大洋气 感觉这边的地鸟好随意 这车站还挺热闹的 整出好一伙打扶克的 刚经过一个叫塔园的小站 我知道有个地方叫海林 这又来个叫临海的车站 这块属于胡马县 这些南方的朋友挺有意思 他们正在来讨论 东北的洞里该怎么吃呢 有人说是花透了吃的 有人说是该冻着吃的 我去 这名字熟悉啊 大乌苏 大乌苏在这边的刮掉的霜才能看着 这就是大乌苏了 产啤酒应该不是这个地方吗 够大气的 这就是一个小镇呢 基本上连楼都看不着 这车的电查楼老有意思了 得隐蔽 这块有个小门 打开以后 接着水的水龙头在里面呢 他和这个大哥 特别向往大自然的雪景 我说在哈尔滨就能看着雪 大哥说不喜欢城市里的雪 就喜欢那种存自然的 咱们得到下午4点才能到墨河 但在这车时刻表情显示 这一百天只停一个站塔河 记得上次经过塔河的时候 老多人上下车了 这次没看出几个人 这档车95%以上的乘客 都是奔着重点站墨河去的 大哥对把牌抓得太拉了 现在是临时停车 这个小站就秀风 往墨河去是单线铁路 现在对面来车了 正在挥车呢 古连到加戈达起的小慢车 中午简简单单的一顿饭 一根红肠 一桶泡面 嘎嘎响 刚才和看雪景的大哥聊天 他发出个灵魂口问 他说大西安岭不应该是原始森林吗 树为什么这么细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又临时停车了 感觉这地方容易穿成一条大猫 还有可能出来的是偷家伞那家 又是灰车 这是墨河道随化的火车呀 终于知道他为啥耗时这么长了 因为就是各种临时停车呀 这站叫阿末 叫什么轰封的一个字 是用啥鞋的 霜头化了 又临时停车了 是土抢站 前面是不是该有个发奋站 这车人喊了一句快到终点了 整车人都在各种的掏装备呢 毛袜子棉雾露啥的全都穿上了 我还劝一下看雪的大哥呢 我说现在才零下二十多度 没有那么特别冷 不用那么厚 走到站了 没人处嘞 太逗了都已经停车半天了 这些人还在里面加衣服呢 现在才零下二十度 我就穿个包羽毛服都没事 这是被默克人温度给震住了 我都出站半天了 还没看着几个人呢 那一天啊 还没看着? 中文字幕——YK